美國緝毒局 表示,去年繳獲的芬太尼數量足以致全國人死亡。 僅在2023年,DEA就繳獲了超過7700萬顆芬太尼藥丸和近12000磅芬太尼粉末。 DEA去年檢測的藥丸中,有七成的藥丸含有可能致命的藥物劑量,僅需要2毫克的芬太尼就可能導致一個人死亡。 部分被查獲的芬太尼被冒充成其他藥物銷售。 目前芬太尼是18至45歲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。 緝毒局正在加大力打擊芬太尼的非法流通,並呼籲公眾提高對這種致命藥物的認識和警覺。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